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文欣晴 一直以來有很多學生和觀眾都經常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在 PoE 中用的ChatGBT 和官方 OpenAI 用的ChatGBT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既然香港都用到 PoE 為什麼我們要用官方的ChatGBT呢? 平時我就很簡單地回答 我今天就決定一次過很詳細地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我們就逐樣逐樣看 究竟 PoE 中用的ChatGBT和官方版OpenAI的ChatGBT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我自己覺得無論你是用什麼工具 AI也好不是AI也好 所有類型的工具都一定有它的強弱點 每一樣東西的特性都一定會不同 所以我經常都會建議我的學生 你真的要了解每一個工具的特性 可能適合你用 但不適合你用 可能適合我用 不適合你用 也有這樣的可能 我今天這條影片主要都是跟大家講一個分別 究竟你們自己最後覺得 PoE 其實都夠用了 這些真的是你們自己個人選擇 我不是偏向幫ChatGBT賣廣告 不是一個取向去拍這條影片 首先大家要了解 PoE 為什麼大家都會比較偏向用 大家其實都知道 但我都輕輕看一看 首先因為香港是用不到OpenAI的ChatGBT 其實是用到的 只要你用VPN 其實就用到的 這是一個麻煩來的 亦不是人人都懂得用VPN 所以變成 PoE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途徑 不用VPN就這樣下載一個APP 就可以用到一些AI的工具 是有很多不同的模型 即是不僅是ChatGBT 即是ChatGBT也有幾個 3.5 有不同的Boat 有4 有4O 現在都開始有 還有很多Gemini、Lama 其他全部的模特兒都有 而同時也有很多人 又或者他們官方 都有做很多的Boat 令到你是一個視窗 就已經是一個模型 就做到一個特定的工作 是簡單的 這個是簡單用法 還有一件事 就是它的回答是會比官方快 大家聽完就知道為什麼它會比官方快 因為它的傳送方法 或者它的資料量 其實沒有官方那麼多 所以它是會比官方快 就不會有死機、手機 就比較少這些狀況 所以如果你平時用AI工具的用途 只是一問一答 我偶爾要它做一件事 偶爾問它一個問題 其實PoE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絕對不夠用 因為我不是簡單用的 我不是一問一答 就完事 我不是這樣的用途 所以我會把它分類為 簡單用和進階用 如果說到進階用的話 在PoE和官方版 在OpenAI的ChatGPT裡面 真的會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現在正式進入分別的部分 進入正題之前 我也想先辦一下報告 我是一個AI課程的免費講座 希望大家對AI有興趣 對ChatGPT有興趣 也想知道更多 究竟ChatGPT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究竟AI的發展是怎樣的 究竟進階用的時候 是可以用到什麼程度 有很多案例會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以下的連結 我們的同事就會聯絡你 安排你來聽講座 首先我們說一下價錢 先說一下免費版 PoE和ChatGPT 兩邊都可以免費使用 我們只是說ChatGPT 其他的模特兒 我沒有去研究 我只是說PoE裡面的ChatGPT ChatGPT來說 在PoE裡面 3.5是免費的 基本上你可以任用 而這件事都跟OpenAI一樣 OpenAI的免費用戶 3.5都是免費任用的 而PoE是Credit System 所以他每一天會送三千個Credit給你 那三千Credit 也不是什麼模型都可以用 3.5依然是免費的 而簡易版的4歐 大家如果有看PoE 我現在先拿PoE出來 我是免費用戶 如果去4歐 大家發現有兩個4歐 官方的4歐 這個 它是寫明的 如果你是用這個模型的話 你會有十個訊息 它是逐個逐個扣你的 每個訊息是扣你三百個Credit 而每一天是有三千個Credit 送給你的 如果你只用這個4歐 你每一天可以用到十個訊息 十個訊息之後 它就要你付錢 為什麼它有兩個模型呢 大家在文字上都看到 它是這個模型 這個4歐的模型 它是有限制的 在字數上 文字上 長短上 生成的長度上 是很有限制 它都寫明了 如果你是需要有長度 很長的文字生成的話 它會叫你用第二個 就是叫你用4歐128K 我們又看看128K 那個是怎樣 128K 那個基本上 它是不能免費使用的 所以基本上 你的免費用戶 只能用很低限 很基本的用途 而且不夠不長 也是很簡短的功能 它只能用到這個 而你需要再用它 好少少的4歐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付錢 這個就是免費用戶 我們先看完免費用戶 而官方版OpenAI的ChatGBT 它的免費用戶 依然是免費的 而4是免費版的 而免費版的4歐 暫時公佈 因為現在免費用戶 還未用到4歐 免費用戶 可以每一天 問到10個訊息 這個就跟POE那個一樣 除非完全用到4歐裡面 它自己的腦袋 就不會像POE那樣 分開兩個 一個是簡單短一點 一個是長一點 長一點 這個就要付錢 它就沒有這樣分 官方版的ChatGBT 就是免費版的 4歐也是可以用的 遲些 現在還未行 大家用POE都應該知道 它的收費模式是連繳的 你是不可以一個一個月付錢的 而你付錢之後 每一個月都會送100萬的Credit給你 這100萬的Credit可以怎樣用呢 你用不同類型的Model 去生成一些答案 或者你問過一些問題的時候 它就逐條問題去收你這個Credit 而每一個Model 收的Credit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300 有些1250 有些不同 有些有10個免費試用 類似的 所以它的收費模式已經是很不同 OpenAI OpenAI是月費的 一個月付了之後 你基本上下個月不需要用 就可以剪掉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計算過一條數 如果你在POE付了錢的話 基本上在ChatGBT 4的Model 4的Model 是可以問到3000個問題 一個月 一個月3000個問題 又或者 你可以在4歐的簡易版 問到3333條訊息 而進階版 你是可以問到800條訊息 因為它是扣系統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兇的 要是用了4的話 就3000 用了4歐的簡易版 就3333 用了全部在進階版 就800個訊息 是這樣計算的 首先POE的月費是133.25港幣 如果你是連繳 它是要你一次過付的 連繳是1599 你不能中途剪掉 你一定要付一次過 而OpenAI的ChatGBT 你是20美金一個月 你是可以隨時剪掉 就圍繞大概160港幣左右 不算你的Credit Card 那些手續費 不算那些東西的話 而官方版的ChatGBT 你一次付了20美金之後 你每個月 其實它不是每個月 它是計三個小時 它每三個小時 如果你用4的話 我們先說4的話 4的話 你每三個小時 可以有40個訊息 你過了40個訊息 它只會跟你說 你過了一個多小時 之後回來 它會給你一個時間 即是繩開的話 如果你用得盡 用得盡 其實你每個月 會問到9600條問題 如果4O的話 4O的話 它也公佈了 4O Plus的用戶 即是給了錢的用戶 給了錢的用戶 你每三個小時 會有80個訊息 成分開 用盡 一個月 其實你可以用到 19200條問題 所以你看到這個數字 已經是知道 是差多遠 還要說到性能上有分別 這個是價錢 講完價錢 我們就說功能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我都不是用量太多的話 其實它三千個 三百個訊息 都夠我用 絕對可以 真的絕對可以 但我自己了解 那個功能 跟我兩樣 我自己都有用過 的時候 真的差很遠 在一個差這麼遠的情況下 我就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要用POE 即是個人意見 這個是個人意見 首先 我們理解一下 究竟POE是什麼 其實POE 它給我們用法 它只是用一個API的方式 它是收到你的一個訊息 然後傳送過去 OpenAI 用API 傳送過去 然後它再回覆一個答案 回來給你回答 所以 其實它是幾局限於文字上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ChartGPT 它強的東西 不只是文字 還有很多 即它的腦 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有很多其他東西 這個POE是做不到的 我講個例子 如果有用一個4 其實官方版的4 你是可以直接生成圖片 它是有這個功能 而在官方版的4 你叫它生成圖片的時候 它是會 其實是奪行他們自己 OpenAI 第二個圖片生成的模特兒 叫做Delle 叫做Delle 現在用到Delle 3 到Delle 再回來 再直接生成一個圖片給你 所以其實對一些API的平台 即是POE 對它們來說 這個是在用兩個模特兒 如果這個工作 它要完成這個工作的話 所以它是不可以在一個4的checkbox裡面 跟它說完 叫你幫我直接申請出來一個圖片 它是做不到的 這個是真的官方版才做到 那是否你完全沒有辦法申請圖片 不是 大家都知道不是 其實如果你在一個4的checkbox裡問完它 然後你再得到一個答案 我假設是同一個project 同一個task 然後你也得到一個答案 你想用它的答案再生成圖片的話 你可以copy and paste 去第二個圖片 你也可以在其他生成圖片的機械人 跟它叫它生成圖片 你絕對可以這樣做 這個除了方便一點之外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平時生成的用途 我經常都會形容我自己是一個進階的用家 我不是一個簡單的用家 我們去進階用一個AI工具的時候 對我來說 一問一答是滿足不了這個需要的 那我講一點點例子 我開一個免費版的CEO 我就不想付錢了 很老實 一千多元 所以我沒有付錢去試用 我開了一個免費的CEO模型 例如我問他 我就叫他給我一個表格 就叫他列出四個人生語錄 就是表格裡面 就要包括數字 語錄 以及相關的圖片 我通常用在ChatGVT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用 我就會叫他給我一個圖片 給我先 給我之後 我再想怎樣生成 或者直接叫他生成 好了 我稍後會試一次在ChatGVT的效果 現在我們先試一下POE 在POE那裡 他很好 他給了一個語錄給我 數字 相關的image prompt 他給了一個image prompt 那個image prompt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image prompt是什麼 就是你怎樣去形容那張照片 然後你叫AI去幫你生成 那句句子 那一堆文字 就叫image prompt 我叫他幫我生成image prompt OK 我叫他直接 哎呀 按錯了 我叫他直接幫我 用你生成的image prompt 來生成圖片 好了 他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沒有連同Delle 因為對API來說 他只是連了四個語言模型 他沒有連同Delle 所以他這個功能 就已經用不了 好了 我們看看我同一個項目 同一個項目 在ChatGVT那裡 打又會怎樣 列出四個人生語錄 當然 他當然做到 這個是最簡單的 下一個 我經常都會這樣去用 我就會跟他說 幫我用你生成的image prompt 來生成圖片 那他就會做到了 當然如果你不怕麻煩的話 POE是否真的完全做不到呢 又不是的 你可以 copy and paste 他給你的image prompt 然後去 其他的 去做到 但是這件事 對我來說 你做不到一些很連貫性 又或者是需要邏輯性 需要 就是ChatGVT幫你思考的一些事情 例如我現在跟ChatGVT說 POE裡面的ChatGVT說 我現在是一間新餐廳 漢堡店來的 我的理念是想大家吃得開心些 你幫我寫長的理念 這個是第一步 他幫我寫了之後 我們大不了可以拿這個理念 我們試一下 我們複製的訊息 去其他圖片生成的book 去試一下 我隨便選一個可以做圖片生成的模型 我就跟他說 以下是我公司的理念 請根據理念 幫我創作一個我公司的logo 他就幫我做了 我把剛才的理念寫出來 是ChatGVT4O生成的 首先是訊息已經太長了 我不要太長的話 只是理念 都是太長 哎呀 究竟要多短 OK 終於可以了 我看看他是 OK 對了 我們要做很多事 你才可以做到 如果在ChatGVT就不同了 在ChatGVT那裡 我先用普通的4 我不用4O 我用普通的4 我首先叫他幫我生成理念 首先他依然幫我打 如果需要那些文字 用來做Proposal 那些 Copy & Paste 就可以了 OK 然後我想他 因為我的理念 根據我的理念 去做一個logo 出來給我 剛才大家都看到 在POE來說 我們是要Copy & Paste 有縮短有成 然後你才可以做到 而用官方版 就是這個好處 我可以直接叫他做 幫我創作一個公司的logo 好 那我就直接叫他幫我做 不用Copy & Paste 不用其他 那是靠他的腦 真的 那就看看他幫我做的什麼 他首先會跟我說 考慮什麼元素 告訴我他的想法是怎樣 這個在POE是不會做到的 他是不會讓我看 他的想法 因為他說的想法 就是看看我們認不認同 我們不喜歡的話 可以改他的想法 他就會生成得再準確一點 沒有要求 你繼續吧 他就直接幫我 生成了一張圖 而比起剛才 在POE 大家都看到 那個logo的感覺 都不是很強 可能要找一個 專門用來做logo的Boat 才可以做到 我沒有找過 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就變成POE最大的分別 就是POE是每一個model 你每一個check box 它是預設了一個功能 在裡面 或者是一種類型的工具 如果那個model 自己本身 好像4O和4 它本身那個model 是有很多其他功能 配合了其他model 的話 它就沒辦法使用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4O其實它做了很多功能 有很多視像功能 有很多聽到你說話的功能 有很多其他功能 有些可能要打開你的鏡頭 需要一個 一個叫做physical的動作 它要它的app 自己本身有一個code 令到你本身的電話鏡頭 會打開 類似這些 這些其實我也挺肯定 它是會做不到的 如果它要做這件事的話 它的code會寫多了很多東西 它的app的構造 要多了很多東西 它是要控制你的相機 它要控制你的電話 我假設它寫完這個code 它可以控制你的電話 它可以控制你的鏡頭 但對它的API來說 它們是每一個訊息 傳到OpenAI 再傳回來 再給你一個答案 如果它有文字 再加上Visual 其實它是傳兩樣東西過去 其實整件事已經是 反覆了很多 也一定會貴很多 如果能做到的話 我還不知道 ChurchVD的API 其實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即是鏡頭上 它是否都可以這樣繞過去 雖然現在還未有得用 但我也挺肯定 它這個功能 在POE上是不會用得到的 連生成圖 都不能直接做的話 我也挺肯定做不到 比較基本的進駕用 就是有時候整個project 整個工作 其實我都會丟給它 不只是一問一答 我需要這件事 它幫我申請 然後我再根據這件事 叫它再申請多些東西 而我的用法 其實很需要它的記憶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我有很多個 歷史的檢查 window 這些檢查 window 其實是一個檢查 window 一個工作 對我來說 所以我可能已經在裡面 我已經訓練到它 可以好好幫我寫一些文章 好好幫我做一些 某一個特定工作的功能 然後我訓練完它之後 我只要按它的訊息 我就可以下一次 再做同類型的事 我只要給它一些需要知道的資訊 它就可以做到 但是這件事 POE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經常跟我的同學和學生說 POE是接近訓練不到模特兒 訓練不到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麼訓練可以去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你要知道它的記憶體就知道 POE是接近沒有記憶的 可能你問他十幾二十句之後 他就會忘記了十幾二十句之前 你跟他說過什麼 他就不會記得 所以你就不可以訓練它 成為你一個有特定用途的一件事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的話 你要自己建立一個桌子 POE有的 POE有這件事 但是就變成 只是一個大範圍工作 就不是一個很具實的工作 我講個例子 我自己有拍攝另一個頻道 是塔羅牌的頻道 我那些文章 我全部都有一定的格式 我是需要有格式的 而我每一次都是跟著稿讀的 我那個頻道是跟著稿讀的 所以如果我每一次都要自己 找Copy&Paste 自己找Copy&Paste 自己打自己打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就 我出GVD裡面 我有一個 window 是專門用來幫我 去做我自己的script 我每一次就只打 我抽到什麼牌子 我每一次只打 我想說什麼 它就會整個script 是根據我自己想要的程序 根據我自己想要的語氣和口問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這件事就是POE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Copy&Paste官方版才會做到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應用的 有很多可能是關於工作程序 關於大家一些慣用的方法 關於你一些很複雜的工作的工序 其實官方版的Copy&Paste都會幫到你的 但是POE就真的幫不到 它幾個局限於在一些一問一答的事情那裡 而在功能上 不單是它生成不了圖片 它語音對話都是不會有的 而我之前剛才說的那個相片 就是給它一些相片 然後問它一些問題 這些其實都是一般的 我知道給錢用戶 POE你可以給它一張相片 然後問問題 它是可以的 但是它是不太準確的 還有接下來的Visual 即是開你的鏡頭 開你的眼睛 又或者是跟其他的App去互動 這件事就真的官方才能做到 而還有一件事 它是不可以因為你的答案 而改善它的模式 即是你用POE 它是不會越來越聰明的 但是搜尋GVT你是會越用越聰明的 因為它的記憶問題 因為它不是一個API 因為你是直接去跟搜尋GVT那邊去溝通 即是可以這樣說 所以它的模型是直達的 你跟它說話說得久 你真的會發覺它是越來越聰明 它是會越用越適合你的心碎 這件事POE就真的做不到 再總結一下官方版的搜尋GVT 和POE有什麼分別 首先文字的長短會有限制 POE是接近不可以訓練的 你是不可以叫它做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不可以叫它你覺得怎樣 不如你用你想的東西幫我新成圖 你是不可以這樣做 你一定要去描述那張圖 它才會做得好 還要去第二個模式才能做到 你不可以用它自己的模式去做 而跟它互動的方式 在POE是少很多 即是沒有語音 沒有用途 沒有鏡頭 沒有鏡頭 所以交流程度是比較低的 而且它不會越用越聰明 所以這一堆就是它們的分別 而價錢上 就是讓大家多看一次的表 我免得逐個讀 所以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說 是的 你適合用的話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決定適合用之前 你要首先了解兩者有什麼分別 最好的就是可以試用一下 你試用一下之後 你見到分別 你知道原來是可以去到這樣的 的時候 你才決定你需要用哪個 究竟哪個AI工具才適合你 最後還有一件事想提醒大家 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其實在App Store 在Google Play裡面 我打搜尋VT也找到 我用到了 為什麼你們說得這麼難用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那些其實是API 我跟大家看一下 究竟是怎樣分別 我在App Store 打搜尋VT 其實你是會看到一堆 看到一堆 真的看到一堆 大家留意 這些不是官方版的搜尋VT 如果大家看到 由OpenAI 提供技術支援 又或者API技術 你看到這些名字 你就知道真的不是那回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找不到的 我怎樣下載 都是那句 要VPN的 電腦版的話 你就這樣開個VPN 其實你已經可以去到搜尋VT 而如果是手機的話 你除了要開個VPN之外 你還要把你的Apple ID 或者你的Google account 轉去另一個國家 你才可以去找到官方版的搜尋VT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不要以為 哎唷有啊 有出GPD 先下載下來 然後馬上給錢 我已經有幾個學生中了招 他報名 還未上課 然後就手快快 自己以為是 下載了 然後就浪費了錢 所以大家要留意 希望今天的影片 可以解答大家的疑問 我最近都收到很多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對我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按以下的連結 去報名參加我們的免費講座 他可以更多了解一下 究竟LGBT官方版 他可以幫到你做些什麼 一些實際的應用 我也會舉很多例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去報名 我們的同事 就會去安排你出席的時間 日期 然後就會聯絡你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什麼的話 記得留言 LIKE那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有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好的 拜拜 多一點 了解 這麼後 有签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